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文傑新時代的頻道 我是劉文傑 今集想跟大家講一些關於特首換人的事情 眾所周知這個特首就將會由林鄭月娥專輯去李家超 而他們兩個人在昨天的時間亦都一起在同場去見記者 不過在這個記者會裏面 又不握手 林鄭月娥又好像很不自然 各方面的事情好像做得不一般 而在李家超的發言裏面 她連續七次多謝林鄭月娥 有些朋友問我 為什麼李家超要這麼卑躬屈室 連續七次多謝她呢 甚至乎有些連登仔已經給了一個新名給林鄭月娥 她叫做林七謝 就像之前林峰那樣 說了七次我愛她的女朋友 那時候女朋友 變成了吳七愛 現在變成林七謝 但是其實她姓正的 我想說 我不知道為什麼她要講到這樣的名字 連她的姓都搞不清楚 其實為什麼李家超要七次連環謝謝林鄭月娥呢 我就看她也是為了大家 她是她自己的原因 那就是為了什麼呢 在影片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讚好留言訂閱民潔紳士的頻道 記得按鈴鐺按鈴鐺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一段影片 李家超在100日的時間就高票當選 得票率是99%以上的票率 他們就在李家超昨天就跟林鄭現任的特首林鄭會面 會面完之後兩個人一起去見傳媒 李家超在用中文發言的時候 一連七次的多謝林鄭月娥 包括多謝她安排後任的特首辦 提出一個叫做架構重組 林鄭月娥在特首辦跟李家超會面的時候 祝賀李家超當選 她說這次延遲了選舉 早班的時間又壓縮了 她和特區政府會全力配合交接的工作 那正常啦 她應該要做的 李家超就說手後大家可以交流意見 要多方面向行政長官李學習 真的有些朋友就馬上打給我 我問 做什麼呀 為什麼好像這麼卑躬屈室那樣 李家超開場的時候已經 多謝林鄭月娥了 就說兩屆政府交接的工作非常之繁多 但時間很緊迫 只有七個星期 即是說 七個星期之後就見不到林鄭了 很多人都很開心 也都很歡喜期待 不是期待見不到她 只是期待見到李家超 李家超就非常感謝林鄭月娥安排會面等等各方面 就說會立即展開政府交接的工作 感謝她安排後任的特首辦 等當選下午就可以展開工作 也是感謝林鄭月娥安排會面 也都是感謝林鄭月娥的特首辦 成功舉行選舉 然後就是再感謝她 感謝她新勞工作各方面的事 到了政府的架構的時候 就是改革架構的時候 李家超再感謝林鄭月娥在改租方案裡面的詳細分析 再感謝她建議 再多謝她建議的方案內容等等 然後 很多人就說 為什麼 要多謝她這麼多次呢 用不用 上屆的時候 好像都沒有那麼誇張 之前的時候都好像沒有那麼誇張 那為什麼要 今屆要這麼多謝她發呢 其實都是關於 大家的問題 關於大家的 再再說 怎樣關大家事 為大家好 多謝她 等連登仔那邊 改了個名字 叫做林七姐 但她其實不是姓林 她姓鄭 是不是要改好呢 神經病那班人 太低能了 那跟著 我們再看回 上屆的特首選舉 林鄭月娥和梁振英一起去會面的時候 兩個人是握手示好 一起握手 大家好好合作 但是 今天 林鄭和李家超會面 見傳媒的時候 一開始 有記者說 你們兩個可以握手合國照 然後 林鄭安排的主持人已經說 不可以 她真的說不可以 秒速 OK 秒速 航無懸念 不知道是不是 防疫的問題 但是 你也可以 手碰手 你 可以手碰手的 你不一定 騙手的 你這樣都可以做的 是不是 為什麼不做呢 為什麼要這麼決絕呢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但是 有很多人就說 就是會面的 開始的時候 林鄭面孔孔我 我不知道啦 我沒有看她的樣子 我沒有深入研究她的樣子 你知道啦 我不會深入研究 某些人的樣子 是不是 然後呢 記者之後就說 不如不握手 可以揮手啊 李家超就很大方 揮手 沒問題啦 然後林鄭又 揮手 有什麼好揮啊 然後呢 李家超再掃手他 在掃手啦 然後他才 這樣揮手 OK 好猶豫 然後再揮手 之後就 小笑的樣子 皮笑肉不笑 OK 那顯示得出呢 就是幾樣東西 第一樣東西就是 上一屆 政府交接的時候 那 就是 梁特首啦 當時的梁特首啦 大方好多 握手咯 笑著握手咯 有什麼所謂的 也是說香港好 這次 嘩這個主持這麼決絕的 說真的 如果不是下了命 他應該不會這麼決絕的 我個人認為啦 然後呢 李家超就不斷地 講話了 然後就 發生了連續七次的多謝 那這些多謝應該都是 有不同的原因 他有什麼想做 那有什麼想做呢 應該是想做好一個 叫做加購重組 還有 現在剩下七個星期的時間 是不是 他才上場 那未來的七個星期的 抗疫 林鄭是想怎麼做呢 抗疫那方面 我個人認為呢 為什麼要這樣多謝他七次呢 除了是因為 他是現屆特首 沒有功勞都有苦勞 再顯現一下 李家超的大方 然後再想哄他 哄他 原因是 如果他企硬 今屆政府 他來近這七個星期 有兩件事 不肯幫忙做的話呢 李家超上場 是倒捨幾落鞋 第一件事就是 重組架構 如果 林鄭在今屆政府 不幫忙做好一個架構的重組的時候 要他上場之後再重組架構 再委任人的話 100天的KPI 是做不到 所以一定要 要令到他開開心心 奔至於歸的感覺 所以連續七次多謝他 真是 錢無古人的 多謝他七次 希望他開開心心 可以幫他完成一些 交接工作 然後第二件事就是 防疫的安排 大家都 記得文傑就說過 希望林鄭 在今屆政府任期裏面 做好兩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要做好架構重組 讓李家超上台的時間 上場的時間 直接可以把那些人 把那些人放進去 馬上開球做事 第二件事想做的就是 我期望今屆政府想做 做好一個 全民檢測 當時 文傑和李Sir一起做直播的時間 李Sir就建議 說 喂 可不可以在端午節的時間 做這個全民檢測呢 其實我們都說過很多次 其實只要三天的時間 就可以做到一次的全民檢測 可不可以 在6月2日的時候 就被衛生署的人員進駐去這些學校 準備工作 做準備工作 然後3號4號5號 就做一個叫做全民檢測 做好他 星期一就全世界一起 正常上班 可不可以 但現在距離 6月2日的時間 只剩下一個星期 兩個星期 三個星期 端午節 還剩下三個星期 有沒有機會做到全民檢測呢 我認為機會 渺望了一點 但我也很期望 林鄭可以在 她任期完之前 做一次的全民檢測 很期望 很希望 而她如果不做的話 在她任期的 叫做完結 的時候 說真的 她一件事 這件事這麼重要的工作 沒有做到呢 我覺得 對於她自己 政治的 終結點 我都覺得 不夠完美 平心而論 不夠完美 所以我都很想她做到 現在只剩下三個星期 有沒有機會做到呢 所以李家超也是 跟她討論一個 未來幾個星期的 防疫 抗疫安排 看看她 你會不會做全民檢測 還是你打算全開了她 你打算全開了她 那這次獲得極大 這次真是糟糕了 然後 她要 知道 現界政府想怎樣行 知道了之後 她要再想一想 當她上去做特首的時候 她要怎樣去安排一些工作 還有她也宣佈 她的競選面書 將會停止更新 如果要找她的話 就可以電郵去後任的行政長官辦公室 然後她說自己身為候選人 感受非常之多 選舉過程又順利 其實選舉也很辛苦 她也很辛苦 說真的 又看到公務員的專業表現 選舉公平公正 各方面的事情都很好 等等 然後她在昨天再拜後了司法和立法機關 也看到張居能 也看到梁君彥 以及去拜訪 四個內地駐港機構 都辛苦了 一天走七場 梁君彥也希望她可以整個班子做得更加貼地 我都很認同 不要離地 所有事情 要多些落區 不要在辦公室看文件 我也非常之認同 林鄭就說 她會幫阿迪加超提供一個協助 協助她組織 但我覺得她需要協助組織 總之你做好架構重組就可以了 組織這些事情 太辛苦了 太辛苦了 這麼辛苦的工作 留給李嘉超去做 又要撲人 跟著又要跟人會面 這件事 很辛苦的 林鄭你繼續抗疫就可以了 還有做架構重組就可以了 她就說 首要任務現在要做好 交接的工作 為新一界的政府提供一些協助 包括架構重組 做好架構重組就可以了 她就說 欠自己 現界的政府 會繼續 穩控疫情 為將來可以為到 和內地通關 提供合適的條件 如果可以的話就要做通了 就是這屆做得 不是那麼好 不過她就說 這屆政府會繼續做好 即是說什麼呢 未來日子通關的話 關她的事 她功勞很大的 功勞都不小 對呀 跟著她也說 這個選舉 即是行政政官選舉 就是完善選舉制度之後的 第三場選舉 符合一國兩制的原則 亦都是 保持著我們香港繼續繁維穩定 也都感謝中央為香港 定立港的國安法和完善選舉制度 她終於說 是中央定立的 不是她搞成的 都好的 再多謝就是通過修訂的議員 選管會 工作人員等等方面的事 再對於這個的七國集團 即是那些豬七 即是那些七隻豬 歐盟就說 現時的提名 任命特首的情況 跟普選背道而馳 但其實 普選 是說有條件之下才進行 現在 經濟未搞定 疫情未搞定 先搞定所有事情 人人有公開 人人有犯開 各個安居樂業 各個 即是思想各方面的事做得好的時間 才慢慢搞 是不是 都說了 要循序漸進 是不是 那麼 所以呢 這些什麼豬七 歐美國家說的話 就不用管他們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是中國 不可分割的一部份 我們 按住我們 中國人的本質辦事 就應該沒問題 OK的了 所以呢 接下來的一朝上場 我覺得 儲光出現了 通關的儲光出現了 以及我們 有運行的儲光也出現了 希望 他可以 為我們真正打開 一個新篇章 提供一個 新氣象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呢 希望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 告訴大家 那麼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在影片完結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贊好留言 訂閱文潔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下鈴鐺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一段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多謝大家 拜拜